女性都說這個小黃是大家的好朋友 小黃就是指的是計程車 可是現在計程車似乎也越來越超商話 不只有推出這個手機的APP 可以幾點換贈品 甚至觀察到乘客都在車上當低頭族 所以他們就貼心的推出了按摩的服務 目前有200台的小黃 上頭附有按摩機 你沒看錯 即便搭乘計程車都可以享受按摩樂趣 計程車隊推出新服務 目前在200台車上配有極附設計感的隨身按摩機 按下啟動鍵小小按摩球發出紅光 轉壓轉的讓你低頭玩手機時 肩頸也能得到疏解而且完全免費 外國的朋友他們在搭車 一路就從飯店 一下就睡著 他差點舒服 他說他跑完全世界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設備 有這樣一個功能的東西 讓乘客在使用 小小按摩機不只可以按摩肩頸 還可以變換位置 手背或是大腿 通通都可以拿來按摩 想要加重力道 手一伸直 頓時就有成效 還有業者推出黑色計程車 開門不用自己來 車上有水喝 有雜誌看 鎖定頂級課程 當然價格也不便宜 上車就從百元開始起跳 不僅實體上服務多多 還有車隊結合APP功能 推出紅利里程 集點活動 可以兌換速食店咖啡 產地特產牛紮糖等 深獲民眾好評 飛行里程的一個概念 你搭的越遠 里程數的點數給的越多 而且這個APP會因為你的所在地 它會告訴你 你附近可以使用 我們這個紅利 集點的商家有哪些 小黃家職服務多 輪椅族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電話 指定車種 找到無障礙服務的小黃 每位駕駛都必須受過訓練 取得證書 車隊推成初心 為的就是要吸引客人上車 優點TV 你的運用創話 台北報導